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文文化一 英文文化一 主讲人邱博士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邱博士 英文文化一 一共包括二十个单元 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九个单元 reflexive and reciprocal pronouns 就是缓声代名词 跟相互代名词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reflexive pronouns 缓声代名词 缓声代名词它的句型就是 主词代名词 加动词 加缓声代名词 我们看这个例句 I look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我在镜子里头 看我自己 I 就是主词代名词 look 就是动词 myself 就是我自己 这是放一个介细词 这就是缓声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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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talk to yourself 你自己对自己说话 好像是自言自语 所以这是主词代名词 缓声代名词 第三人称 he introduce himself 他自我介绍 他自己贴到他自己 所以就是主词代名词 缓声代名词 she dropped herself 他自己开车 主词代名词 缓声代名词 it prim itself prim是打扮的意思 可能it就是这个 比如说是动物啊 小鸟啊 或是这个猫啊 自己打扮自己 主词代名词 缓声代名词 好 这是互数的 互数的 we we look at ourselves in the mirror 我们在镜子里头 看我们自己 互数的we 大女将互数的 我们自己 ourselves 主词代名词 缓声代名词 you talk to yourselves 你们自己 对自己说话 所以就是互数的 你们 那就是互数的 缓声代名词 they introduce themselves 他们自我介绍 他们自己介绍 这是第三层互数的 主词代名词 这个是互数的 缓声代名词 再来我们来看 we look at each other 就是相互代名词 相互代名词 相互代名词 当然是一样 主词代名词 这些动词 这些相互代名词 we look at each other 我们彼此 注视着 所以each other 就变成彼此 那each other 的话 通常是两个人 所以这是两个人 好 you talk to one another 你们彼此说话 one another 彼此 主词代名词 相互代名词 they introduce each other 他们彼此介绍 他们彼此介绍 所以they 这就是两个 两个用each other we look at one another 我们彼此 one another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one another 用在这里也可以 用在这里也可以 所以 each other one another 其实都是可以互相使用 都是用在两个人 好 严格来讲 one another 是使用在三个人以上 each other 是用在两个人之间 好 那现在 就是彼此都可以用了 两个人之间可以用这个 相互代名词 所以就变成 两个人用这个 三个人用这个 三个人用这个 或是三个人用这个可以 两个人用这个可以 两个人用这个也可以 you talk to one another 里面彼此在说话 彼此对自己说话 我们来看更多的例子 i call myself to one another i call myself to one another i call myself to one another twice while serving shipping就是在刮鬍子的时候 在刮鬍子的时候呢 我自己不小心割了两次 我自己割了两次 twice就是两次 i call myself twice while serving you push yourself so hard push就是表示推 这就是说对自己施加压力啊 这个太大了 你自己对自己施加压力是太大了 you push yourself so hard he imagine himself winning the game 他自己设想赢得这项胜利 可以看出来 himself就是he 第三人称单数 第二人称单数的 等的是第一人称 i myself you yourself he himself 好 这也是很耐名词 he finished the job by himself 这里特别提到一个by 前面讲的例子没有看到by 这里用by代表就是说 他靠他自己单单一个人 没有假借他人来完成这个工作 he finished the job by himself 这也是一样 he lives by herself 也就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居住 没有跟其他人住 he lives by herself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人所独立完成的一个工作 所以用多一个by it closed itself it可能是门 啊门自己关了 关起来了 是it用itself 好 那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个句型 多了一个now 就是subject pronoun 或是subject noun 加verb加reciprocal pronoun 也就是说 你这个主持代名词也可以用名词 主持名词来表现 比如说we tell one another about our jobs 我们彼此谈论我们自己的工作 so one another就是彼此 John and Robert blend each other John跟Robert彼此在这个指责 彼此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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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指责你你指责我 the students encourage one another before the test 在考试之前 学生彼此在鼓励 彼此在鼓励 你看the student 那这个就变成主持名词 所以一路下来我们只是介绍代名词 但是就说这个你也可以放名词 那互数 当然就是one another 就是两个人三个以上 好这也是一样 friends can forget each other 这也是主持名词 朋友可以彼此来原谅 each other就彼此 互相原谅 相互代名词 相互得原谅 彼此原谅 那我们就完成第九个单元 这个 反正代名词跟相互代名词 谢谢你的观赏